贾元春回娘家省亲时暴露出了四大缺点 每一个都是混迹后宫的禁忌 皇帝会咽起她都因为这些缺点 那贾元春的缺点都是些什么呢 她的缺点又是怎么造成的 今天母一军就带大家走进红楼梦 看看不适合混迹后宫的贾元春 贾元春是贾政的嫡长女 还是在正月初一这天出生的 贾家将她使为吉祥 称其是有大福气之女 贾元春也被贾家细心栽培 被培养成贤孝德才兼卑的福家小姐 贾元春因为优秀被选进宫充任女士 而后贾家又为了和皇家联姻 将元春送进宫做了皇帝妃子 别看后来贾元春被封为了贵妃 得到恩准会到娘家省亲 在外人看来呢 贾元春在皇宫中是颇为受宠的 但其实啊在皇宫中过的什么日子 只有贾元春自己清楚 贾元春这个名字在《红楼梦》中经常出现 但大多出现在别人口中 而且都是对元春的赞美 贾元春的出场次数不多 但是从她有限的出场中可以看出 贾元春虽然贤孝才德 但是作为在后宫生存的女子 她的格局并不大 除此之外贾元春还有不少缺点 她回娘家省亲那一次 全部都暴露了出来 贾元春的这些缺点 也成为了她不得圣宠的原因 贾元春的第一个缺点 就是时常自怨自艾 贾元春回娘家省亲时 在贾府待的时间 只有差不多七个小时 而在这个本该是亲人团聚的欢笑时刻 贾元春却哭了六场 如果是见到亲人喜极而起 那不该这么哭 贾元春之所以会哭 是觉得自己在后宫的日子苦 不得皇帝宠爱 还和亲人分隔 不得常常见面 贾元春的哭诉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徒增家人的伤心和不安 贾元春在家中尚且如此 那在生活不如意的后宫 哀叹和哭泣怕就更频繁了 负面情绪如此大的妃子 皇帝见了只会心烦 又怎会宠幸他呢 皇帝忙了一天的政务 已经非常累了 面对一个笑脸相迎的妃子 还有一个满脸愁愁的妃子 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吧 喜欢将情绪表现在脸上的贾元春 是很难得到圣宠的 任何时候都别让情绪挂脸 不然会非常的吃亏 贾元春回娘家省亲时 暴露出的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靖宫一直心怀不满 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看 贾元春对皇宫的形容 曾是这样说的 当日寄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贾元春将皇宫比作不得见人的去处 也就是一座牢笼 将威严的皇宫比作如此不堪 这让一直生活在皇宫中的皇帝 如何能高兴 贾元春不满贾家将他送进皇宫 又怎么可能在皇宫生活的好 贾元春埋怨家族 可他应该知道 自己作为贾家的嫡长女 享受了无尽的荣华富贵 那他就该承担起家族的重任 联姻本就是他的宿命 既然是注定的宿命 那就要学会接受 而不是心怀怨对的活着 这样讨好不了皇帝 自己也非常痛苦 如果能够想开些 说不定贾元春真的能成为家族的靠山 贾元春是既做了 但又没有把事做好 最后成不了家族的靠山 还把自己弄得十分狼狈 这又是何苦呢 所以凡是要以大局为重 那些不合理的小家子脾气 该收起来的时候就要收起来 皇帝也正是看透了贾元春 所以没有宠幸他 这样的女子 就算将其服上高位 也终将会得不配位 贾元春暴露出的第三个缺点 是太过于小心眼 就拿赵姨娘来说 王夫人身为贾政的正妻 不喜妾使赵姨娘 那是情有可原 因为母亲不喜欢赵姨娘 贾元春也不待见她 心胸宽大的人 不会以长辈的恩怨为重 反观贾宝玉 她就从来没有针对过赵姨娘 因为贾元春的态度 她回家省亲时 赵姨娘装病未出 谁也不给谁面子 还有面对贾桓 贾元春依旧是小心眼 故意不猜贾桓的灯迷 端午节赏赐礼物 贾元春也没有准备贾桓的份 故意恶心贾桓 从贾元春对贾桓和赵姨娘的态度 可以看出 她平日里应该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如此小心眼的人在后宫如何服众 想必在皇宫中 贾元春因为心眼小 定是得罪了不少人 在后宫要想过得好 除了要讨好皇上 还要让身边的人服服帖帖 要管理好身边服侍自己的太监宫女 得有御下的手段 还得要有包容大气的胸怀 你看当初贾元春被奉为贵妃 来贾家传旨的太监下手中 她对贾府之人的态度就说明了一切 为什么说贾元春在后宫得罪了人呢 曾上贾府传旨的太监下手中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贾元春在后宫中 人情世故处理得好 那太监们对其家眷自然是会十分殷勤 可上贾府传旨的太监下手中 她是怎么做的 面对贵妃的家眷 下手中本应该客客气气 可那日她却是高高在上的态度 不仅不和贾家特意准备的查 还不透露任何消息给贾家 足见贾元春在后宫 是不怎么会做人的 说不定还得罪了人 都将人得罪了 在后宫的日子又怎会好过 贾元春总是哭诉自己不得胜宠 却从不在自身找找原因 早些意识到 也不至于落得个被刺死的结局 贾元春的第四个缺点 是目光不够长远 没有身为上位者的大局观 你看他回家省亲时说的话 不是怨家族就是怨皇宫 就在那怨来怨去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其实贾元春只要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知道肩负的责任是什么 也就不会怨对了 作为后宫嫔妃 贾元春是贾家和皇家之间的桥梁 贾家将他当作靠山 那贾元春得不到皇帝的宠爱 就该想办法给家族争取利益 而不是整天哭哭啼啼地想 为何自己不得宠 亲皇忌惮贾家 那贾元春就该写信提醒父亲贾政 贾家要收敛些 不要什么都大操大办 然后和太上皇保持一些距离 但是这些贾元春都没有做 只是在惆怅自己被送进了不得见人的地方 作为贾家的嫡长女 贾元春是没有大局观的 说白了呀 也就是为人太自私 只想着自己 没有真正为家族考虑 这种只想着自己的妃子 皇帝又怎么会喜欢 没有废掉就已经很仁慈了 贾元春的四个缺点 每一个都是后宫生存的禁忌 皇帝宠爱一个妃子 要么是见色起义 要么是妃子能讨自己开心 贾元春虽然胜得端庄大气 却不是第一眼美人 很难让皇帝喜欢上 而因为性格上的缺点 贾元春讨好不了皇帝 如此一来 他便得不到皇帝的宠爱 也导致了他最终悲惨的结局 贾元春就是从小被保护得太好 没有一点坚韧 遇到困难就只知道哭哭啼啼 可能是小时候 只要哭啼两下就能解决麻烦事 所以长大后 也这样处理问题 实践后才发现不管用了 都是家族对贾元春不恰当的教育 造就了他身上的缺点 所以贾家的灭亡是注定的 家族中已经没有可用之人了 以贾元春为例 告诉我们女子虽柔弱 但要有一颗坚韧的心 欲试不要总是哭哭啼啼 要开动大脑 想怎么解决问题 贾元春作为贾家嫡长女 是不合格的 没有作为嫡长女的大局官 即使进了皇宫做了妃子 对贾家也没有什么助力 贾元春的四个缺点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留下您的点赞和关注哟